大家好,我是Stan SM的代表乙松鼠 今天突然爆料了乙松鼠各种违法行为 以及ASPA成员们哭泣 回归被延迟的真正原因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该消息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2月16号 SM代表乙松鼠上传了一个爆料乙松鼠的影片 乙松鼠在香港也设立了Paper Company 透过该公司拿走SM总收益的6% 并也有在境外投税 而海博表示会尊重SM娱乐是谎言 为了安抚舆论 所以才会提到乙松鼠不会参与国内制作 只是会担任海外制作 但是海外是包含VCMB、SHIPPOIN、ASPA 在日本、美国、中国等的专辑 也就是说在卖掉SM之后 乙松鼠依然能持续境外投税 SM代表也表示 乙松鼠也有要求SM职员们以及艺人们 对外强调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每当SM旗下艺人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 或者是专辑发表会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并感谢乙松鼠老师 SM代表接着表示 在某个瞬间开始 乙松鼠突然强调植树观念 他觉得应该在各国举办 跟植树有关的KPOP活动 但其实这是乙松鼠对房地产失业权的野心 实际上乙松鼠曾经跟某个国家 要求拥有土地所有权 但最后只得到了实用权 乙松鼠还主张建设跟赌场有关的音乐城 认为这样会让更多的旅客 愉快地享受赌场跟音乐活动 甚至还谈论了大麻合法的观点 他的意图是利用公司、职员、艺人进行宣传 希望透过这些获得收益 让自己在各个国家建立乙松鼠的世界 然后也说明了SPAO延期回归的理由 因为乙松鼠奇怪的欲望以及固执 要求SM艺人推出的所有歌曲中 都要加入植树的内容 而计划2月20号回归的SPAO新曲中 乙松鼠也吩咐于勇景 加入了植树 持续成长、降低异度、相声、环境保护等单词 成员们因为受到打击都哭了 目前SM职员们都无法理解 尽力在阻挡这件事 所以SPAO的专辑才会被延期 SM代表最后表示 现在爆料这些盛情的理由是 这几年来有一直劝乙松鼠 但是他都没有听 反而是为了扩展失业 要求更严重的事情 最终乙松鼠背叛了SM 将股份都卖给了Haiibo 为了保护剩下的SM娱乐 所以才会决定拍影片的 举及了乙松鼠利用公司艺人 来实现个人的私欲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内容好惊悚 真的跟邪教一样 支援们太可怜了 如果这是真的 SPAO真的好可怜 有多糟糕的话会哭呢 真的一点都没有关心歌手们 只是忙着填满自己的欲望 赶快最近SM的音乐 除了歌唱实力 感觉都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因为想要加入 那些奇怪的东西啊 真的老年痴呆吗 目前为止一直是在走AI风格 突然在歌词里 要加入直述的话 我也会气愤的流泪 还不在前面说什么 以素满没有精英 全部参与国内制作 但这摆明是要 跟以素满合作的意思吧 因为SM代表说了 这是第一次的生命 所以很多韩国网友们都认为 应该会有第二第三次的声明爆料 对于以素满被公开狙击 以及ASPAO回归延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逆行神话女团 Brave Girls 全员结束合约的消息 2月16号 索属公司在广卡宣布 在今天发表的十位单期 Coup Bye之后 成员们会结束所有活动 谢谢七年来努力的成员们 公司也会祝福成员们新的活动 真的是解散 哇不是离开所属公司 而是解散 那么困难的逆行都成功了 这公司是黑粉吗 真的要遇到好公司 希望成员们能幸福 希望Brave Girls 四位成员都能在各自的路上走花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